欢迎各位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 参加今天的由哥大全球中心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共同举办的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胡适展览开幕活动 我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和学术主持宋小霞 第一排最内篇的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韩孝老师 大家欢迎 北大文研院的基本宗旨是韩文学术激活思想 院长邓小南教授是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 他的父亲邓广明先生曾经深受胡适先生的赞赏 像我身后旁边的这一幅字呢 就是胡适先生当初提 对有点灯灯到 提写给 提赠给 邓广明 自宫三先生的 我要介绍的另外一位老师呢 是北京大学图书馆 特藏部副主任 邹新宁老师 他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湾中研院阔博要加一个引号 近代史研究所这两家河边的胡适纪念馆这两边河边的这个胡适藏书目录的主编 为什么特别要介绍这种书呢 因为这个这种书我觉得非常重要 一共四卷 不仅通过编目呢 把胡适分散在两岸的藏书 得以合避 而且还将胡适和友人在藏书上的提计和批注做了完整的注录 这个注录非常有用 如果各位对胡适有兴趣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研究资料 成为咱们今天研究胡适学术和思想 治学与交友的一个重要材料 下面呢 我呢 简单的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举办的原委 因为刚才我也遇到有朋友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展览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老胡适他是安徽纪西人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成就于北京大学 那么去年的9月和12月 在北大图书馆和北大的赛斯勒博物馆 举办了胡适与北大的专题展览 这个展览也是由刚才我已经介绍的 北大文言院和北大图书馆共同主办的 那么今年呢 是胡适毕业于 从哥大毕业就任北京大学教授 100周年 那么我们因此聚集在 哥大全球中心北京这里 期待呢 对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 这个做一个系统的反思 对这个反思又能够形成多元的视角 更有一个伏笔就是我希望能够为将来 举办胡适与哥大这样一个专题展览 埋下一个伏笔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展览的原位 那么展览呢除了一楼大家可见的这部分呢 还可以从旋转楼梯上去进入展览的第二部分 那上面会有胡适自己自己编的一套 它的那个印记当时部分 还会有他在一些藏书中提记 非常有意思仔细读那些提记的话 等等还有很多有趣的点 包括罗斯福总统写给胡适的信 等等大家可以详细的去欣赏 那么今天我们的开梦仪式呢 其实呢应该说没有仪式 主要是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 欧阳哲生教授呢 给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开梦的演讲 在此前呢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欧阳老师 欧阳老师现在现任胡适研究会的会长 他主编的胡适书信级和胡适文级 应该算上去总计十五卷 十五册吧 是北大图书馆出 对不起北大图书馆社 我说九几年就出了对吧 这十五卷也是个位 如果不管你是从思想史文化史 或者是像我本人是做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 所以我们都没法不面对这个现代中国的问题 那么就可能也没法回避或者规避 胡适这样一个对他的反思 那么我这儿要说的呢 其实是欧阳教授呢 他是从八十年代中吧 你就开始研究胡适了 也就是说通过他这个个案 看欧阳老师的胡适研究的历程 恐怕就给我们一个切入点 能够了解和认识 大陆大概是近三四十年 对于胡适研究的一个历程 一个过程 我还是想把这个欧阳老师的一些重要的 就是贡献还是给大家指望 因为看见你其实有时候看不太出来 他的那个重点 欧阳老师就有一篇叫 很早了叫重评故事 那应该是在他的硕士论文完成之后 撰写的这个论文呢 还有一篇 还有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的 自由主义之类 胡适思想之现代意义产世 九三年第一版 这两篇论文呢 在当时都起到了推动学界 重新认识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胡适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欧阳教授呢 还在2004年参加了 哥伦比亚大学为庆祝建销250周年 举办的一个专题的一个国际研讨会 就是歌大与中国 并在会上发表了胡适与哥伦比亚大学 文中采用了他 就是欧阳老师在歌大档案馆 发掘的故事档案材料 那么所以今天 他在咱们这里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演讲 也就是说会原出于词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 欧阳哲生教授 谢谢主持 谢谢大家的关联 今天我想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自己的一个研究个案 研究案例 今年是胡适从歌大毕业 就是1917年毕业 100周年 也是他留学规格 来北大认教 100周年 所以今年应该说 胡适的生涯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 在歌大全球中心 讲这么一个题目 我想也是具有 今年性的意义 胡适的一生 有三重重要的背景 一个就是他是安慧人 他非常重乡情 第二个就是他是歌大毕业 胡适的非常重 这一块金字招牌 第三他是在北纳成名 这三个背景 胡适可以说 他一生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重视 我自己跟歌大 也有一定的缘分 我2000年的时候 第一次去美国 参加华族对美国的贡献 当时应会议主办方的邀请 就是要提供的论文 就是胡适与中美文化教育 参加这次会议期间 我就顺便到歌大 这个会议是在纽约 举行的 所以我就顺便到歌大去 拜访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到歌大 2001年到2002年 我在美国访训一年 大概在2002年的2月份 我去耶鲁东亚西做了一个讲座 他们当时因为我是研究胡适的 所以专门让我在耶鲁东亚西 做了一个胡适在现代中国的讲座 讲座的主办人 是当时东亚西的主任孙康怡教授 他现在已经身为中研院对面的事了 讲座完了以后 我就到纽约 在歌大住了三天 利用这三天的期间 我到歌大答案馆 看了他们收藏的胡适的答案 当时的胡适的 我去答案馆的时候 这个答案馆的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气 他们拿出了一袋胡适的 就是专门收集胡适的一个答案袋 里面有胡适的 歌大当时收藏的所有的胡适的材料 还有胡适的一些照片 我当时就翻拍了一些 就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我需要的一些材料 但是我当时留下了一个遗憾 就是没有把那个袋子里面的胡适的照片给翻拍下了 翻拍一张呢 当时他出价也很高 20美元一张 当时我的感觉这个价格太高了 所以我当时没有拍 我想以后有机会 第三次的是2004年 歌大250多年的时候 他们搞了一场歌大与中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个会议邀请我参加 同时指定我写胡适与歌大这个主题 那么我就应邀 应这个会议的约情就写了这篇文章 同时利用了我在2002年发现的那一批材料 2015年的时候 后来我又去纽约参加另外一个孙中山蒋介石 宋美宁的一个学术研讨会 在这个会议期间呢 我又去歌大 这次的墨地呢 我是想去拍那些 当年我没有拍的那些照片 就是那个歌大答案馆 收藏的那批胡适的这个材料 的那批照片 我想我这一次既是20美元 我也得把它拍回来 结果来我跑到那个答案馆的原处 那个机构已经找不到了 问遍周围的人都说不知道 都说不知道 后来我到歌大图书馆 歌大图书馆的六层 他们有个special collection 特长使 在那个地方呢 他说你也许还能查到 歌大收藏的有关胡适的材料 那么在一个美国学生的帮助下来 我就解锁了他们所有的这个电子 资源跟胡适有关的 果不然呢 我还是发现了很多新的材料 都是美国现在 他这个把美国纽约时报 美国各大报刊的一些重要报刊的 这个都已经电子化了 那么解锁的话呢 就可以在那里 点胡适这个关键词 就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可以调出来 一向就调出来上百条 都是美国报刊关有关胡适的这个报道 那么现在呢 我已经把这些文章组一的整理 在胡适研究通讯上发表 提名就是美国新闻报道中的胡适 但是呢 我想要 我的初衷是要去找那批胡适的照片 但是这一次 没有达到 没有如愿 在美国在西方生活 我有一个经验 这个经验我可以告诉大家 上帝只给你一次机会 也就是说 那一次我可以看到照片的时候 不管照片怎么贵 假如你想要的话 就一定要拍下来 你下一次去 他就不会再给你看 在答案馆是如此 你去上超市 如果碰到打折的东西 也是如此 碰到你想要买的书 比方说碰到 在书店里碰到一本很好的二手书 也许这本书可能很贵 但是你非常喜欢的话 你一定要把它买下 你说过几天 或者过一个星期再来 绝对没有了 这就是我讲的这个原则 上帝只给你一次机会 下一次来就没你的份了 就没你的份了 这个生活经验非常重要 下面回到我们的主题 胡适在各大的时间 是学习了只有两年 1915到1917 在此之前 他是在康尔大学留学 他在美国留学了一共是七年 这一段经历可以说是 胡适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没有留美 可以说就没有胡适 那么胡适关于这段经历 他自己留下了一部日记 就是出名是叫长辉杂记 后来改名为胡适留学日记 这个日记非常重要 在近代中国 我们派出了成千上万的到国外去留学的人 但是留下日记的人很少 留下日记的人 你们可以查一下 把自己留学日记 留学经历写了完整的日记的人很少 而留下的日记中间非常有价值的 又少之又少 那么胡适的这一部日记 可以说留学日记 可以说是留学日记中间的一部经典文献 非常有价值 非常有价值 他最初是刊登在新七年杂志上面 是连载的 大概当初陈多秀主编新七年的时候 1916、1917年 他主编新七年的时候 他开始大概缺导 所以这个《长辉士》杂记 是连载在新七年杂志上面 新七年杂志你们注意一下 发表文章篇幅最长的文章 也就是这篇《长辉士》杂记 这就是最初《长辉士》杂记的发表 后来的《长辉士》杂记 就是单行本 经过整理 经过《长辉士》杂记的整理 出版的单行本 由亚东辅書馆出版 后来的商与书馆 又把它改名为《胡适留学日记》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发现 这本书的手稿本 就是这个原始的手稿本 当然关于胡适留学这一段 他在他的《晚年口述之传》里面 他用了大概三四五六章四章的篇幅 来介绍他这一段的留学生活 留学纪念 胡适晚年他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一段留学纪念呢 这个跟他当时是在哥大进行这个口述之传这项工作的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他这个口述之传是和哥大的中国口述历史部 后面我们还会提到的 合作进行的 那么关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的学业情况 现在周志平先生他发现的胡适在康纳尔大学的成绩单是1910年到1914年 那么这个成绩单可以说为我们了解胡适在康纳尔的学业情况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 那么下面我把这个成绩单翻译成了中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胡适第一年的这个学业成绩 这个时候他学的是农科 学的是农科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英语成绩还算不错 他学的第二外语是德语 是德语 德语也不错 但是他的这个农学方面的成绩就一般 这是第一年 第二年 第二年呢 他就转学 这个到哲学 文科去了 所以但前面还是学了几门农科方面的 像古数学 古数学这门 学的这一门课程呢 就是因为这门课程 成绩不够理想 其实也打了76分 在上这门课的时候呢 胡适受了一点刺激 他是中国学生 和美国学生 当时他们这个上课的时候 要进行苹果的分类 美国人的这个 因为天天吃苹果 对苹果非常熟悉 所以分类两下就搞定了 但是中国学生 我们都知道 吃的水果 很少吃苹果的 所以对这个苹果分类就很慢 不是感觉到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所以就觉得还是学文科 他的兴趣在文学和政治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这个是他转为学文科以后的成绩 你们可以发现 他的这个文科成绩呢 明显的要好 明显的要好 像英语都打了96分 这个分数是很高的 第四年 这也是他学的这个文科的成绩 分数也挺高 那么从这份成绩单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胡适的初选农科 他所选的农科课程的 成绩的确一般 胡适自己说的是还算不坏 他在《口述之传》提到的 那么直接促使他做出 转学抉择的课程 就是古数学 正是在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 他转学前的语言学的 学科的成绩 比方说英语 德语 讲演 明显比较好 转学到文学院以后呢 也就是在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以后的专业成绩 得了不少的高分 按照康大的要求呢 每个学生只要学完一个专业 就是一个学科程序就能毕业 但是不是毕业的时候呢 他学了三个程序 也就是三个专业 哲学和心理学 英国文学 政治和经济学 那么这个三个程序 或者说三个不同的专业领域 如此众多的课程 很多人都是胡适利用夏季 学期修完的 那么从这份成绩单 也可以看得出来 胡适的课业成绩呢 没有因为他大量的社会活动 而受到影响 就胡适平时的演讲活动 和社会活动非常多 非常多 特别是演讲活动 美国人请他去演讲介绍中国 因为当时是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 美国人请他讲中国的辛亥革命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胡适的对政治 对研究中国的对中国政治感 产生的兴趣 胡适在1914年5月 在康大毕业 获得了硕士学位 接着他又在康大 读了一年的硕士课程 1915年9月 他转入了歌大文学院 胡适进歌大的打算 在他在康大大学念文课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个念头 1912年6月 他在给张希女是他的一个朋友 就谈到了这个想法 他谈到了这个康奈尔大学的 这个不常与这个政治文学 他想学政治文学 所以想到哈佛或者歌大 或者维斯康星去 维斯康星呢 是在西 是在中部的靠北一点 临近五大湖 这个地方呢 他学费很便宜 一般来说 你们假如要去美国留学的话 美国中部都是很便宜的 像我在美国 中国是待在伊利洛伊那里的 学费生活费都非常便宜 但是你要去东西两岸的话 学费就很昂贵 生活费也很昂贵 那么当时呢 他是在哈佛 说歌大 维斯康星三个大学选择一个 1915年呢 胡适转学的一个直接因素呢 是因为他申请延长 在康大的哲学系讲学金被拒 理由呢是因为他讲演太多 讲演太多 方便学业 那么7月11号 他在给国际 写信的时候呢 报告了他想去歌大的七个理由 其中第一个理由呢 就是讲的 他这个康大是一个小城 他想到纽约去 想看看美国的大城市 第三个理由呢 就是 纽约是一个大城市 这里书籍比较多 书籍比较多 第七条就是 歌大的哲学教授杜威 是此帮的哲学太佬 他想投奔他的门下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在纽约 芝加哥 甚至还包括哈佛 这之间呢 他选择了去歌大 去歌大 当然在晚年的时候呢 胡适提到他 为什么要去转学到歌大的 一个另外一个原因 是他不喜欢 在康大哲学系 占据统治地位的 新唯新主义 这一派呢 对杜威的攻击 反而引发了 胡适对杜派哲学的兴趣 在1915年暑假 他对实验主义 做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 和研究以后 决定转学歌大 去向杜威学习哲学 那么江永正先生呢 他对胡适的这一段话呢 提出了质疑 他说在1915年 胡适 他说1915年呢 胡适其实没有多读 杜威的著作 他的根据在哪呢 就是周西民兄编的 《长书陌路》 他说《长书陌路》里面呢 1915年才有一本胡适 有关杜威的书 1916年还有两本 他说从胡适的长书来看 他说只看了三本胡适的 杜威的著作 他的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在座的各位都是学生 学生不必去买书才看书 他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 所以胡适他可能 看了大量的杜威的著作 是从图书馆借的 所以他这个说法是 他说的是真正有词 但其实我觉得他是不成立的 但是我想这个记录不会存在 哪个图书馆还会保留 一本年前的这个借书记录 但胡适这个话应该还是可信的 他是可信他的字数 那么跟强调自己在康大的 这个学生生活不同 胡适在口述之传中 对歌大的文科的教授阵容 做了系统的详细的介绍 这也是他在歌大 作为一个歌大的留学生 以为骄傲的地方 除了我们上面提到杜威以外 胡适还提到了几位在歌大 当时声望很高的大牌教授 比方说 以研究希腊哲学建厂的 研究院院长乌德瑞 西方现实主义的代表 曼达斯 美国伦理文化学会的 俄德洛 还有历史系 有历史系的政治理论史的 开山祖师敦林 新史学的长导人 罗宾逊 美国宪法史专家碧尔 社会学系的著名的大家 吉登斯 另外还有著名的汉学 讲座教授夏德 这是一个德国人 后面我们还会提到 那么在歌大 胡适主修的是哲学 副修是英国文学和经济学 第二副修是经济理论 胡适在歌大的学业成绩 因为事实 私人的隐秘 至今还没有公布 我去歌大的时候 我两次要求看 胡适的学业成绩答案 歌大没有让我看 我不知道当年 周志平在康纳尔 是怎么样 以什么样的理由 把胡适在康纳尔的 学业成绩答案 雕出来的 这个按道理也是不行的 可能那个时候 答案馆的制度还不够严密 我想现在是不行的 北大答案馆也是这样的 我在90年代的时候 我可以在北大答案馆 查任何在北大读过书的人的答案 那是学业成绩答案 那是现在我要去查就不行了 所以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 我当年研究胡适业 我就把胡适业 学业成绩就调出来了 好了 复印下来 但是我想现在你要在学潮 就不让 因为这是试涉个人的引词 一般是不让的 胡适在 哥道所选的课程 他自己在口述之转里面都提到了 由杜威的《伦理学之中派》 社会政治哲学 乌德瑞的《历史哲学》 《顿林的政治理论史》 《额德洛的伦理学》 《夏德的汉学讲座》 这个讲座又叫丁龙讲座 它是以一个华人的名字命名的 那么这几位教授的课程都对他影响很深 其中杜威的《伦理学之中派》 尼克林 启发了胡适 决定写作他的博士论文 《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胡适在哥大的主要学业之一 是写博士论文 那么他首次提到他的博士论文的写作 是1916年5月10号 在给他的母亲的信中 就提到了他写博士论文这件事情 9月27号 他再次给他母亲写信的时候 他说 而所作博士论文 夏间月成四分之一 今当竭力赶完 以图早归 今年归期至多不过九十月而已 当时九十月时间 有许多社讯早日筹备 当博士论文写完以后 胡适在1917年5月4号的日记里面 我之博士论文没提 他又写了 我之博士论文 于4月27号写完 5月3号将打好制本 教读一个 今日交去 一共是243页9万字 原本始于去年8月之初 月9个月而成 他的博士论文写的不是太长 不是太长 二本多页 他跟另外一位在歌大毕业的 后面我们将会提到的一位 著名的学者 陈焕章的博士论文相比的话 胡适的博士论文就很单狗 陈焕章的是两大本 陈焕章的博士论文一毕业 歌大就给他出版 等下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位 那么博士学位的口试完成以后 5月27号他追剧了前五天的博士考试 他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 5月22号 吴考过博士学位 最后考试 主事者六人 这是六个教授的名字 第一位就是杜威 最后一位是夏可 此次为口试 计时二十半 五之初试在前年十一月 反比试六试 口试三试 七年留学生活 与此作与结束 故济之 他写得非常的简略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 他是用考过博士学位 他没有用通过博士学位 最后考试 所以这里就给人们留下了 想象的空间 留下了想象的怀疑的空间 因为胡适还是很 他写什么 写什么 用什么词 他还是有斟酌的 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君子 胡适的博士论文是 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 金月灵也是在各大毕业的 以胡适往三年 他回忆说 在国外留学 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 很可能是胡适 这个话呢 带有贬义 所谓始作俑者 并非事实 1911年初毕业于歌大 获得博士学位的陈幻章 他的博士论文就是 孔门理财学 也是以中国为题材 1917年 跟胡适同时毕业的蒋梦林 他是歌大教育系 他的毕业论文是中国教育原理研究 也是如此 因为一般来说 中国人去美国留学 假如你以中国为题材的话 相对来说 要容易一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金月灵就有一点讽刺他 因为金月灵 他的故事是纯哲学的 第二个问题 我想谈一下 胡适的博士学位之谜 胡适一生 有一生中间 有很多一起人们怀疑的 所谓谜 谜 比方说 他在北大 出版的中国职学士大当 他出版中国职学士大当的课程的时候 也是27岁到北大了 26岁 1918年就在北大出版过 就出版了 27岁 正式出版是在1919年初 就278岁 他就写作了中国哲学士大当这部 在当时可以说具有震撼力的著作 很多人就怀疑胡适这部书 不是他写的 一个刘洋学生 刘美学生 能够写出地地道道的 有关中国哲学士 这样的高水平的著作 在他们看来 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人怀疑 日本人怀疑 有人就认为 这是胡适的爸爸 留下的遗稿 那么胡适接着写就写 我们可以确凿地告诉大家 胡适的爸爸是在胡适四岁的时候就死了 所以他不可能教胡适什么学艺上的东西 胡适的爸爸的学术水平 也达不到能够教胡适后来的 中国经典 中国典籍的那个水平 当然胡适的爸爸 胡传 应该说对汉学也还是有一定修养 所以这个 中国哲学士办案应该说是 胡适自己 勤奋 完成的 完全是自己勤奋 经过自己的努力 完成了一部高水平的 具有开脱意义的著作 那么胡适在 他的学习生活中间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的能力 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据唐德纲先生回忆的一九五二年的时候 在哥纳图书馆的 东亚图书馆的馆展林顿 这是个谣人 为了纪念哥纳二百周年 孝庆 他要编一本哥纳 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 这本书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 那么这本书呢 包罗万象 包罗万有 但是就把胡适的论文给编漏了 所以这个校园里呢 就一时就传为校团 呃 林氏呢 他也不明其故 到底怎么回事 他因为他把校办的正式记录都查了一遍 都没找到 胡适的博士论文的那个记录 一九六一年的袁通理 这是我们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后来做个北大图书馆展 又去美国 做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展 这个时候他也在各大工作 他也发表了一份中国留美同学的 博士论文目录 在这一本书中间呢 原来将胡适的博士授予时间 放在一九一七和一九二七年 他写了两个年代 他不敢肯定是哪一个年代 所以他写了两个年代 那么实际上呢 在编这个书的时候呢 他就要唐德纲去查胡适的博士学位的记录 唐呢已经在 各大的答案中发现 胡适博士学位的注册时间 是在一九二七年 并且将这个结果来告诉了原同理 但是当时的两岸呢 都以打胡 以披胡为时尚 大陆在搞胡适大批判 台湾也在攻击胡适 所以呢 这个原同理呢 他是胡适的学生 他不愿意胡适的这个学位问题 被外界的政治所利用 所以呢他就煞费苦心的就做了这么一个处理 把胡适的博士学位 系于一九一七和一九二七两个年头 实际上不可能 只能是一个年头 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的风波再起 是在七十年代 一九七七年十月 台北的传节文学 刊登了唐德纲的七分传统三分洋货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之三 这是连转的唐柱的胡适杂役的第三章 他披露了当年为原同理查找胡适 获取胡适学位材料的上述类解 那么后来呢 在胡适 在唐德纲先生 刊登唐德纲先生的 他胡适口述资券的一稿 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胡适和杜威 这个一稿的时候呢 他做了一个长篇的注释 就是讨论胡适的学位问题 他就明确说明呢 胡适的学位问题不是什么真假的问题 问题所在的是他为什么辞了十年 才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这里面呢 唐就猜测 牵涉到他1917年5月22日参加的那一场口试 到底是通过的哪一注 Which column 唐先生解释呢 那个时候的博士跟我们答辩呢 大概有三种情形 就是三个档次 第一个档次呢 就是小修通过 就是小小的修改就可以通过了 第二个档次呢 是大修通过 要经过大的修改才能通过 第三个就是不通过 唐先生猜测了 1917年胡 大概是大修通过 那就博士论文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那么他认为呢 当时的原因可能有四个 第一个呢 就是参评的六位教授 除了夏德以外 略通汉文 其他的人都不懂中文 所以他们根本就读不懂胡适这篇博士论文 这个猜测呢 恰恰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根据我后来的判断 恰恰就是这位夏德可能阻拦了胡适的博士论文答辩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他懂中文 懂汉文 所以其他五位答辩委员就依赖于他的判断 而他的判断呢 根据我的研究 是他不会站在胡适的立场 因为胡适的这个论文呢 涉及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当时中国进行的恐教与反恐教之间的斗争 胡适的博士论文呢 他的基本立场是反恐教的 而夏德呢 他是支持恐教运动 他曾经为陈幻章的博士论文写序 就是恐门你才选 陈幻章是当时恐教运动的领袖 所以夏德呢 大概他已经选择了 站在康有为陈幻章这边 自然他就会反对胡适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问题可能就是出在他身上 根据金热灵后来的回忆呢 也是跟胡适为难的人物 其实就是夏德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在这些洋人看来呢 胡适的博士论文不像一个博士论文 不像博士论文的体力写的 像一本教科书 第三个呢 就是参加他的这个博士论文的答辩人员 像杜威这些人都是大牌教授 他对于谁通过谁不通过都不是太在乎 第四个原因呢 就是胡适在哥大研究院只读了两年 驻校的时间太短了 连规定驻校的沿线都不够 当然关于这一点 余英石先生后来认为 胡适在哥大的确只读了两年 但是他在康奈尔读了一年硕士 所以那个学分他认为是可以转过来 但是根据江永正的考证呢 他说那个时候按照康奈尔的这个规定 是不能把这个学分给带过来的 所以这里这个第四个怀疑点呢 也是垂疑的 那么余英石先生在他最近发表的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 这篇长文中间的又重提了这篇 这个问题 他基本上不同意唐先生的判断 他认为胡适1927年 这个不办博士学位手续 是因为欠缴博士论文副本一百本 所以这个只是履行手续问题 不存在在1917年 所谓大修通过的问题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Goodrich 他的中文名叫傅鲁德 他曾经给夏之清写信解释 他说他参加了胡适的这个博士学位的授予时间 这个傅鲁德呢 他是参加了 但是他记错了 他是参加了胡适 歌道授予胡适博士学位 荣誉博士学位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是在39年 就是27年的时候呢 歌道授予胡适博士学位 但是其实那一年呢 胡适没有参加所谓毕业典礼 他就回国了 给了他博士学位 但是他没有参加那个所谓毕业典礼 或者说参加了授予仪式 当然关于胡适博士学位的这个考证呢 原来的论者所采用的 就是胡适提供的材料只有一项 就是1917年5月27号的这个日记 另外还有夏之星引用的 弗鲁德教授的书信 但是实际上呢 跟胡适博士学位有关的 其实还有两件很重要的材料 一个就是他的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论文本身 就是先秦 后来出版的先秦明学史 先秦明学史 这个先秦明学史呢 其实跟他当年的这个博士论文呢 还是略有差别 略有差别 这个后面我会提到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档案材料 就是27年3月21日 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注册说明 那个这个材料呢 是我发现的 也是我第一次引用披露的 那么我呢就想借这两份材料来 对这个问题就是 再做一点补证 这就是那一份我发现的材料 叫胡适 胡适1927年 获得博士学位的注册 你看是1927年March 21号 3月21号 他下面写了 他交了100份Copy 他的博士论文 给这个各大图书 这是胡适 获得博士学位的一个印证 其实关于胡适的博士论文 博士学位的怀疑 在他生前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在1919年9月7号 朱金龙给胡适写信的时候 就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现在外面有很多人说 你没有通过博士学位考试 你胡适的这个博士是一个假博士 所以他催促胡适要站出来 说明证明这一点 那么对朱金龙的要求 胡适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是他把攻击他的刘美的朋友 就分成了三类 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就是奇妄太妾 所以转身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第二类是因为身心偏窄 就是心胸狭窄 第三类是顽固诚信 除他的几句必中自整的旧式文字以外 天下事物都是看不上眼的 所以在胡适看来 你们这些人要说 你们就去说吧 他不在意 但是朱金龙呢 他作为胡适的一个 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 他也是爱护胡适 他在20年8月9号又给胡适写信 就是催促他 一定要发表他的博士诺文 证明他是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 那么在朋友的催促下 当然胡适可能也经过一番考虑 所以在1922年 将他自己的修改过的博士诺文 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亚东图书馆呢 他是一个出版中文的书籍 一般他不会出版英文书籍 所以破例 但是他跟胡适的关系非常特殊 等于是破例给胡适专门出了他的博士诺文 一本英文书 那么这本新出的英文书的论文题目呢 改为先行名学史 这是中文名字 英文名字是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of Medicine in Asian China 这个跟他在歌道撰写的博士诺文所使用的题目 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还是有所调整 应该说后者比前者更有问题意识 内容也想做了修改 在这本英文著作的前面 胡适还加了一个1917年6月所写的前言 和1922年1月所写的复著 其中在这个复著中间 胡适交代了 说最近四年 我很想有机会对这篇论文做彻底的修订 但是由于工作的繁忙而搁置下来 这就是他长期为了出版的原因 在国内的英美友人曾读到我这本书的手稿 屡次劝说我把这本四年前写的书出版 我现在勉强地把他发版了 可以高兴的是这篇学位论文的主要论点 资料的教刊都曾得到国内学者的热情赞许 这表现在他们对这本书的中文修订版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的真诚接受 特别是关于我所认定的第一部哲学史的最主要部分 逻辑方法的发展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在他先期明学史的基础上修订 进一步扩充完成的一部著作 这部书在中文世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是先期明学史的书影 1927年1月11号 胡适第二次来到美国 这次他是由欧洲转到来美国访问 早在英国的时候 1926年12月26号 胡适就转至电亚东图书馆 要他们寄100册先期明学史给哥大的Demage 然后胡适大概跟哥大方面已经有约定了 现在哥大保留的材料证明了 胡适博士学位注册的时间是27年3月21号 上面除了说明胡适向哥大提供了100册 英文博士论文先期明学史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书影 没有任何其他的说明 申请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是否要出版 而且要交100册副本 这是否是哥大的意向成文定规 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 中国学人在哥大毕业的留学生挺多的 拿博士学位挺多的 但是要交100册才能够拿博士学位的例子 是否好像没有第二个人 所以胡适这个例子 可以说是一个特例 其他的人 比方说蒋茉林他1917年毕业 没有听他说过 我要交100册 我才能拿博士学位 所以这个胡适补缴这个100册 然后完成他的博士学位手续 这中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应该说还是一个谜 还是一个谜 我想他的那场考试也未必留下记录 即使我们找到那个考试的记录 也许那个记录早已经不存在 也许存在 即使存在 那个记录是不是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 所以这是胡适的博士学位 是一个谜 他不是一个真假之谜 而是一个为什么他拖延了时间 十年时间以后才给他 第三个问题 我想谈一下他跟杜威的关系 胡适留美亲眼 他在哥大实际上不足两年 比在康奈尔大学的时间要短一半 但是哥大在他心中的地位 积极对他后来的影响 实在康奈尔之上 这里除了与哥大本身的地位有关以外 还有其他的因素 其中杜威在美国哲学界的领袖地位 以及杜威和胡适之间的关系 私生情理 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胡适呢 在留学日记的秩序中间 曾经提到了留学时代 他和杜威的关系 他说 在这里我要指出 杂技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 实验主义哲学的绝大影响 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 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 发奋进读杜威先生的著作 没有做详细的英文提要 都不曾收在杂技里 从此以后 实验主义成了我生活和思想上的一个响党 成了我哲学基础 但1915年夏季以后 文学革命的讨论成了我们几个朋友之间 一个最热闹的题目 杂技都被这个具体问题占据了 所以就没有余力 记载我自己受用 而不发生争论的实验主义 其实我写新西民学史 中国哲学史都是受内海思想的引导 我的文学革命主张 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 常识级的提名 就是一个证据 这是他对于为什么 留学日记没有记他 跟杜威的关系的一个说明 在留学时期 在歌大的时候 胡适和杜威的关系 已经非常密切 杜威的家坐落在 在纽约河边大道 河西116街 给一个南角 根据胡适的回忆 就是每个月 杜威夫人都要约几一批朋友 和她的学生 举行一个party 这个聚会呢 就是邀请各种各样的人去参加 杜威的学生们呢 都被邀请参加 这个星期三下午的家庭招待会 感到很骄傲 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杜威对胡适之所以 具有吸引力 与杜威对于宗教的态度 有很大的关系 胡适也是一个无神论者 杜威对于宗教的提法 是比较最理性化的 所以胡适对杜威的 多谈科学 少谈宗教的 更接近机具主义 或者说工具主义 就是instrumentalism的思想方式 比较有兴趣 这样这个是杜威的头像 胡适呢 他选择了杜威的伦理学之中派一课 在没有进歌大以前呢 他就已经读过杜威的思维术 How we think 正是在这本书间 胡适提出了 杜威提出了思维的五阶段论 这个胡适了以后深受他的影响 经常提到杜威的这个思维术 胡适所谓有证据的探讨 也是根据对于杜威的思维术的一个发挥 或者说将他和中国古典学术的一个结合 杜威呢 不仅仅是胡适思想方法的响党 而且对胡适的政治思想也有潜移握画的影响 胡适与杜威的大量的直接接触呢 应该是在杜威来华的两年 也就是1919年4月30号到1921年7月11号 杜威来华讲学的时候呢 是来华讲学这件事是胡适促成的 本来杜威来远东 他只有日本一战 在日访问期间 杜威收到胡适的来信 邀请他来中国访问 4月30号杜威抵达上海 胡适与陶行之 蒋梦林三位授业弟子 亲往上海码头去迎接他 杜威他到远东来访问 他起初本来只是计划在日本访问 后来胡适听到他到日本访问这个消息以后 就联合几家单位邀请杜威到中国来访问 因为邀请他来访问 缺一笔很大的费用 光是北大这一家 在当时要承担这一笔费用 负担不止 所以他的联合几家 来承担这个接贷的费用 这是胡适在上海跟杜威 夫妇的合影 这个上面的左上角第一个就是胡适 第二个就是蒋梦林 第三个左上第二排是 这个陶行之 下面就是杜威夫妇 他夫人在中间 下面一排的第一个 是上海申报总经理死量财 这个人后来被杀害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站在后排的那三个人 那四个人 就其中的左边的那三个人 蒋梦林的个子是最高的 他做个北大的校转 陶行之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胡适的老项 汉惠人 胡适的个子比他们都要矮一点 他们三个人站着 看得出来 杜威在华的巡回演讲 其中在北京天津 济南太原等地的演讲 都是由胡适负责翻译 从胡适的日记来看 杜威的演讲 有时事先都是提供讲稿给胡适看 以为准备 而在演讲结束以后 准备发稿的时候 胡适又要为他教导 1920年8月 陈报社将杜威在北京的五个系列演讲 集成杜威五大演讲出版 这些演讲全为胡适担当口印 在正式汇集出版的时候 一文经过了胡适的审定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到杜威离开 离开的时候就印到了11版 每一版都在一万册以上 可见当时对杜威的欢迎 在五四的时候 杜威的思想或者说实验主义的思想 是各种思潮中间影响最大的一股思潮 当然三十年代以后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过了他 但是在五四的前后 这一段实验主义的影响 当时是最大的 那么在五四的时候 有两个重要人物到中国来访问 西方的大哲学家 大思想家 一位是杜威 还有一位是谁 罗素 他们两位到中国来访问 罗素的地位应该在杜威之上 他的影响力更大 他也长得更帅 杜威是一个小老头 一个老头 但是因为担任杜威的口译员是胡适 所以去替杜威的口译 去替杜威的演讲的人要多一些 大家不是去看杜威 是去看谁 看胡适 这个杨不韦 就是赵元润的夫人 他在回忆他第一次跟胡适见面的时候 他就提到这一点 他就是去 别人介绍他去听杜威的演讲 他说那有什么可听的 然后人家说 翻译的人很厉害 是胡适 他说你可以去听 翻译得很精彩 所以他就是在那个场合 见到了胡适 很多女生大概都是在那个场合 见到胡适 除了陪伴杜威的演讲 讲演游历以外的 胡适与杜威私下的交往也很频繁 胡适1919年到1920年的日成日记里面 保留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记载 杜威来华访问的时候 胡适曾经有长文实验主义刊登于 1919年4月15号的星期年第六卷第四号 杜威离华的那一天 胡适又写下了杜威先生与中国 他称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 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 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 为了表示对于恩师杜威的思念之情 胡适将这一年出生的 也就是在12月17号 这很奇怪 很巧 是他自己出生的那一年 他的儿子也诞生了 他的小儿子 他取名为斯杜 思念杜威 大儿子叫祖旺 也是一个带有中国传统的一个名字 第二个小儿子的思路 杜威离开中国以后 杜威离开中国以后 胡适一度在北大开设了杜威哲学选读课 1925年他翻译的杜威的哲学的改造第一章 以正统哲学的起源媒体刊登于 《成报》的副刊 后来收入1934年商务艺术馆出版的 由他和唐月合一的哲学的改造一书 从五四前后 胡适与杜威的个人关系看出 胡适不仅个人沉免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 以至作为自己自学和思想的想法 而且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 成为实验主义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传人 当然实验主义还有其他的传人 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 蒋梦林 陶行之 特别是陶行之 作为一个教育家 他算是实验主义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他受杜威的影响 教育哲学的影响非常之大 二十年代以后 随着实验主义的影响迅速地扩大 他与其他在中国的西方思想家流派 也展开了争理 许多批评者把无事所宣传的实验主义思想 解释为实用主义 这实际上违背了胡适的本意 也不太切合杜威思想的本质 就是我们到底是用实用主义 还是用实验主义 来表述定位杜威的哲学思想 这不仅是一个选词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对于他的解释的到位 是不是准确 根据胡适的看法 他觉得这个实验主义 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用词 但是我们现在的用语中间 很多人都还是喜欢用的是使用主义 在胡适的著作中间 他从来不用这个词 大家可以注意这一点 胡适从来没有说 他所信仰的是实用主义 他从来都是说 我讲的是实验主义 一字之差 其实他的意识差异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以后胡适访问美国 每次旅行纽约都要造化杜威 比方说1927年2月2号 他去拜访杜威 在日记里写道 我前回把讲演的第二篇草稿请他一读 他今天还我 很称赞此天 他赞成我把此书写成复印 那么27年 杜威对胡适的态度 和他十年前应该说是大相径庭 抗战期间 胡适在每驻留的时间达8年07个月 与杜威的接触更为频繁 并且与当时担任杜威或者秘书 担任杜威秘书或者助手的Robin 发生了宴情关系 这个Robin是比杜威小一半 杜威87岁 16年的时候 他续学找了他这个秘书 当时杜威 这个Robin才42岁 杜威87岁给他大一半 这个Robin其实在抗战的时候 胡适做驻美大使的时候 这个人非常的开放 他同时和三个人有关系 跟杜威 他是他的老板主人 然后跟胡适 另外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你们可以看在周志平的有本书里面 有他的照片 你们可以看他是个什么样子 1949年4月 胡适再一次来到美国 在纽约落著以后 他再次拜访新的朋友 出席各种活动 并且安排了拜访杜威的活动 1952年6月1号 晚7点杜威去世 享年92岁 晚8时半 杜威夫人就是Robin 将这个消息通知了胡适 那么当天胡适的日记写到 杜威先生的思想影响了我的一生 1952年胡适去台北访问 他发表了一篇杜威哲学的演讲 那么在这个演讲的开始 他就回忆了自己跟杜威的关系 杜威是这一年夏天过世的 他活了92岁 哲学家都活得很长 我们北大哲学系 号称他们是长命系 学哲学的人都活得很长 杜威也活得不短 在那个演讲 活几十多岁是很不容易的 第四个问题了 我想谈一下胡适跟哥大的交往 来往 主要是谈到他以后 就是他毕业以后 五四时期是中外文化交流 比较热烈的一个阶段 除了上面我们所提的杜威来华访问以外 哥大师范学院 还有一位著名的教授 蒙露也来中国访问 蒙露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教育家 他多次的来中国访问 他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学生 都是搞师范的 这是中国在49年以前 学师范教育的 在美国大多数都是在 哥大的师范学院毕业 师范学院毕业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蒙露的学生 这个人也很厉害 1921年9月5号 蒙露来华访问 为时四个月 12月17号 到第二年的1月 在北京访问 他的学生陶行之随喜 不是为蒙露在京的讲座担任口译 蒙露在华的讲学 及其教育调查 对中国的教育影响 自大 陶行之 被蒙露的访问 做了一个评价 此次博士来华 以科学的过关 调查教育实况 以谋教育之改造 实为我国教育开心计约 评价非常高 也许是多威的中国之行 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 个人的巨大声誉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哥大方面呢 也对胡适开始滑墨相看 1920年9月4号 胡适在日记中写到Green 这是一个中美关系 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托我 为哥大 找一个中国文教授 我实在想不出人来 所以绝技 举荐我自己 我实在想休息 两年了 就胡适来这个 回国以后了 已经有三年时间 他教学任务非常繁重 非常累 这个时候美国人就写信 要他推荐一位去哥大教书的人 所以胡适当时就觉得 自己应该休息一下 所以他推荐了自建自己 结果在1922年 2月23号 哥大的聘书果然寄来了 那么胡适又改变了主意 哥大的校团写信 要聘他去做教授 教两个课程 一个是中国哲学 一个是中国文学 年薪是美金4000元 那时候不是想来想去的 又决定推辞 4000元的这个薪水 在当时大概是 一比三的样子 就是一美元等于三 银元 三个大洋 也就是一万二千大洋的样子 这个薪水呢 在当时 应该说跟胡适在国内拿的收入 是差不多 没有我们想象的深大洋高 就是当时的中美之间的 中美之间的教授的差别 其实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大 1927年胡适第二次赴美 在美停留了三个月时间 这次哥大特意邀请胡适做了九次讲演 其中三次是对中文性的 三次是对一般的听众 在纽约胡适的日程牌的痕迹 以至于他无法分身去骑射家见他的情人 就是威廉斯 和他在康纳尔的私友 威廉斯和胡适的关系 也算是胡适一生中间的过去 也算是一个谜 大家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是一个精神上的关系 还是已经超过了比爱情多的一个关系 那么现在的胡适跟威廉斯的 这个来往书信普关了 所以现在已经通过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 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实情况 那么胡适在哥大的讲演的反应非常热烈 当时有三位美国朋友同时 将他们看到的有关报道 迅速的反馈给胡适 当然现在我们有一点遗憾 就是胡适为哥大准备的这些讲稿 现在不知道存在什么地方 但有一些已经据说已经发现了 已经发现了 1928年到1929年 胡适在新月杂志上 就人权问题跟国民党当局发生了论战 关于这场论战的外界的舆论也很关注 就是美国的报纸也进行报道 哥大方面也注意到这个事态的发展 中文系的代理行政官傅鲁德 1929年10月4号 自信给哥大的另外一位先生 Love Joy 特别提到胡适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这一场论战 他要求哥大的校友通讯报道这件事 也就是在这一年 哥大给了胡适一枚奖章 这是对毕业校友的一个荣誉奖励 1938年胡适上任驻美大使 当时美国各大报刊对这个消息也及时做了报道 并且在介绍胡适的时候 都提到他在哥大留学和获得博士学位的经历 1939年12月27号出版的 《哥大校友通讯》第30卷第6期 还刊登了胡适的标准像 下面还有一段说明 胡适的标准像照得相当不错 所以胡适留下了很多照片 很多人认为胡适是很善于照相 胡适善于照相 他照出来的像比他看到的还要好看 那么在这个照片的下面 有一段说明 我们就翻译成中文 他在战争期间结婚是指的 他在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尾的时候结婚 有两个儿子 其实他还有一个女儿 夭折了 1939年6月6号 哥大毕业典礼给胡适授予了 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这是胡适在驻美大使后 所得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 就是他做驻美大使以后 他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哥大给的 以后给了一连串的博士学位 不是一生得了多少个荣誉博士学位 35个 另外一个是他自己 他说他靠他自己的学业得的 那个是真的 加上36个 其实他一生 其实他在美国的时候 还有更多的学生要给他博士学位 但是他没有时间去领 没有时间去领 所以到目前呢 他是在刘北学生中间 他获得博士学位 最荣誉博士学位最多的一个人 最多的一个人 他在美国获得的第一个荣誉 荣誉指寻 头衔 是北国的人文科学艺术研究院的院士 我们最近在获得这个荣誉之称的时候 我们北大的里林 从胡适到里林 这个中间大概还有几十个人 几十个人 但是我注意到 在胡适的文字里面 日记也好 书信也好 文章也好 从来没有看他提过这件事情 就是我得到了 荣幸的得到了 美国人文科学艺术院的院士 他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 很有意思 可见他对这个事很不上心 很不在意 胡适信任大使以后 闲区在纽约 1945年 应邀在哥勒比亚大学 讲授了一个学期的中国思想史课 1946年1月25号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在哥大 做最后一次演讲 全班学位生送我一次 哥大的Encyclopedia 做纪念 这是他在哥道上课 中国思想史课 当时哥道写的一个广告 英文广告 那么在他动声返国前 系列哥大的中国委员会 转送一支 特别送了一支支票给胡适 由他支配使用 供胡适 供北京大学教职员工 或学生急需资金 因为当时胡适 被任命为 北京大学校长 哥大也算是对胡适很客气 就回国的时候 给他一支支票 就这个钱数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这个钱可以就是 够你使用 就是可以给你支配使用 支配使用 胡适回国的时候 大概带回来了 不少的礼品 这算是其中的一个 美国人送给他的一个礼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礼品 就是美国人把从罗斯福到 到他之下的一批美国证 要给胡适的英文书信 装定成一本 由 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提签 一本装定好送给胡适 作为他们之间有益的一个象征 这个东西现在保存在北大的图书馆 装定的十分的精美 楼上有一件 等一下你们可以去参观 值得一看 值得一看 他整成了一大本 我都很奇怪 那一本的写的字都是绷绷整整 是不是一个人抄的还是怎么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个字也是特制的 特制 到现在46年 45年 46年 到现在多少年 80年 但是跟你感觉到还是新的一样 1954年 哥大200周年的时候 哥大又请胡适以校业的声论去发表演讲 他发表演讲的题目是 古代亚洲的权威自由的冲突 这个演讲稿收了 哥大200周年国际会议的论文 1957年 哥大东亚研究所 中国口述历史部 事半成立 那么主办这项工作的是 中国经代史的 当时美国的一位权威 美莫廷 这个人名声很棒 后来也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著作 他向福特基金会申请 和其他各方面申请 筹集了一笔资金 这个口述 中国口述历史 中国口述历史部内 下面有两个工作人员 一个是夏连英 这个人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老板 一个名字是夏老板的后代 大概是孙女 孙子对 孙女 家里非常的英识 家里非常的英识 经常周末的时候 乘飞机来往于纽约和香港之间 这是一个叫夏小姐 还有一个就是唐德纲 这是两个工作人员 两个中国人 分给唐德纲的访问对象呢 是主要是胡适 开始的时候是胡适张发奎 李宗仁 顾威军 这几个人呢 在唐先生看来呢 是比较穷的 比较边缘的 分给夏连英的是谁呢 宋子文 陈立夫 但是呢 这个夏连英的工作态度呢 不是太好 所以后来陈立夫呢 一直抱怨 只是没有给他派一个合适的合作对象 但是陈立夫晚年也有回忆录 他对他的回忆录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唐德纲先生呢 他是一个口述史学大师 我们现在称他是 可以说是一个大世界的人物 他的代表作是李宗仁回忆录 大家可以一看 真是写着精彩的不得了 跟李宗仁回忆录和顾维军回忆录的风格不同 胡适口述自传的篇幅较短 除了对胡适的早期生活和学术思想 有较详细的叙说外 对他的生平实际的交代足够并不多 所以篇幅较小 由于胡适本人是精于自传 这样一种传记文学挺才 并有过自身的实验 显然这样一种写法 是他有自己是他自己有意设计的一个结果 胡适并没有在他这部口述直传里面讲出他的全部 他保留了很多 保留了很多 为什么会保留 这也是一个名义 但是像李中仁回忆录 像顾维军口述 顾维军回忆录 大家你们可以看 那个篇幅量非常之大 李中仁回忆录两大本 顾维军回忆录翻成中文以后 十三大本 一本比一个比一个讲得多 但胡适很简短 说明胡适有保留的一面 这是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讲一下 哥大和中国的关系 和胡适与哥大的关系 来做一个总结 哥大是美国的长春藤大学 胡适是中国著名的学者 根据原图里的统计 到1960年 哥大受与华人博士学位的人数 位居全美各校之冠 但是根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 则退居第二个 它是203个 伊利洛伊大学是第一名 204个 伊利洛伊我在那里访学一年 对这个学校我颇为熟悉 这个学校所使功科为主 到这个学校去留学的中国人 的确很多 像我2001年到2002年 在那里的时候 那里大概有800多个中国留学生 最多的 留学生是最多的 走到哪去都可以看到中国人 那么在哥大获取博士学位的名单中间 除了这个主人公胡适以外 其他的著名人是有 陈幻章 他是1911年毕业的 他这个人很厉害 很厉害 他当年毕业 他的博士论文就被收入了 哥大出版社的政治经济学重书 两大册 金专门出版 他的博士论文后来多次的影印再版 对西方的学术界影响很大 这本博士论文 可以说我原来对陈幻章这个人物是没有好感的 因为他是孔教运动的秉秀 孔教的提倡者 但是看了这本博士论文以后呢 我非常的同情 陈幻章一生的遭遇 因为他是一个真诚的 提倡 孔教的一个 一位早期的领袖人物 在他那个年代 孔教其实 提倡孔教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不像我们今天讲 国学的这样 可以到处招摇 当时他所凭借的资源是有限的 颜鹤林 顾维军 顾维军是著名的外交家 做过外交部长 郭炳文 这个是教育家 做过东南大学的校长 蚂蚁初 是我们北大的老校长 他回国以后做过教育长 蒋梦林 也做过北大的校长 金月林 是著名的哲学家 侯德榜 著名的化学家 蒋天福 著名的历史学家 龙友兰 著名的哲学家 潘虚伦 我也不太清楚 吴文藻 著名的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 唐奥庆 他是科学家 那么在就读 或者研修 在各大有过就读 或者研修境内的中国留学生 可以开出一个更长的名单 比方说唐绍仪 这是民国的第一任总理 钟榮光 陶行之 张希若 张波林 南开大学的校长 任鸿俊 孙科 孙中山的儿子 宋子文 于庆堂 徐自博 许帝山等等 据蒋天福回忆 1919年 在各大的中国留学生 大概有150 另外一位 也是1915到1919年 在各大留过学的 陈赫勤 他是教育家 则将这个数字 提高到300人之多 庞德纲也说 二战以后 各大的中国留学生 大概有300多人 1949年以后拒绝 可见中国留学生 在此校之盛 如果以留学生 对中国影响 最大的大学来排列 在胡适生活的 那个年代 各大的中国留学生 无疑可畏居首位 就是美国留学生 在民国时期 对中国的教育界 政界影响是最大的 而各大的留学生 所占的比重 又是名列前茅 就是超过了 哈佛耶鲁 普利斯顿这些学校 歌大排第一 那现在歌大的话 当然在哈佛 在耶鲁之后 胡适逝世以后 歌大方面为了表达 对于胡适 这位杰叔校友的怀疑 专门设立了一个 胡适的讲学经 这是这个讲学经的 英文广告 英文广告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刚才欧阳哲生教授 不仅就无视与哥伦比亚大学 做了 方方面面做了 非常细致的分析 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而且特别在第五部分 也对我们梳理了 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 这样一个关系 我相信这样一份不完备的名单 正是今天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 北京 特别值得挖掘的一个保护 也欢迎在座的各位 参与到这个活动中 那下个的时间呢 我们想开放给在座的各位 有什么想跟 欧阳哲生教授交友的问题 可以咱们在现场提出来 当然可以集中在今天的讲题 也可以扩散一些 扩散到胡适 对 扩散到胡适 那么 那位 我 做什么 收费 可以就胡适与哥大 也可以就胡适 这么一个大范围 提问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十一世纪就成了胡逊的世纪 想问一下您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评价 对此 对胡逊和鲁迅 最近十多年来 常常见到有人进行比较或者对比 说实在话 就我个人来说 其实我不太愿意进行这种对比 一个就是个人有个人的价值 个人有个人的长处 第二个 一对比 当然我是研究胡逊的 我可能很自然的 很容易的 会更多的偏向于胡逊 这个就难免 鲁迅呢 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应该说 对总义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能不能都说二十世纪就属于胡逊 就属于鲁迅 这也是一个疑问 至少在五四前后 胡逊的影响应该是比鲁迅要大 而且要大得多 就在新青 在新青年的那个年代里面 新青年的第一作者 是陈多秀 第二作者 就是我是讲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影响 那就是胡逊 至于鲁迅 他是排在第三还是第四 第五 这个我就不好认识了 但是第一第二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在五四前后 他们两位的影响 是肯定超越了鲁迅 在三十年代 鲁迅是左翼文化的一面棋子 一面棋子 他批评批判 痛骂 骂骂很多人 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实支持 在后来 这个根据他的倾向 那么在鲁迅全集 像82年版的那个鲁迅全集 做了很多注释 现在在新版里面 都又重新加以修订 就说明了这个情况 比方杀 他骂梁思秋 骂林语堂 其实林语堂我觉得 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一位文学家 至少在我看 是如此 鲁迅那么的痛满 与情不合 与你不合 鲁迅他也讲过胡适一件事情 这是我最近碰到的 原来我没注意到 最近我写了一篇论文 胡适的北京情缘 写胡适在北京的生活史 其中就一节谈到了胡适的收入和支出 这个问题在胡适的研究中间 很少有人提或者有人谈 在鲁迅的研究中间 这个问题倒是有很多人谈 因为鲁迅的写日记 他记得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收入和支出 每天的收入和支出 他都有西账 都记得清清楚楚 买书花了多少钱 生活费花了多少钱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笔西账 生活的西账 在他的日记里面 都有很完整的记录 当我写胡适这个问题的时候 胡适也有一些记录 但是不多 相对的不多 日记里面少 书信倒是在他母亲活着的时候 倒是这方面 因为他每个星期 都要给他母亲写信 跟他母亲 他没法谈学问 没法谈别的问题 只能谈生活 因为他母亲关心的 就是他的生活 身体 所以他就要谈他的生活 在那个里面 在他给他母亲的信里面 倒是有一些 收入支出生活的记录 但很可惜 他母亲1918年就去世 所以以后来这个材料的来源就断了 当然胡适跟他夫人 江东秀 有通信 这个材料倒是很宝贵 可以看到胡适生活史的一个侧面 他夫人倒是经常写他们家庭的生活史 写他们家庭的收入和支出的情况 所以这方面的记录挺多的 因为他夫人是管家的 他夫人谈的比较多的是他们的收入 收钱 寄钱 缺钱 要钱等等 都是这些问题 但是也没有细到鲁勋日记的那个程度 因为鲁勋买书信的 他记得很细 但鲁勋书有一点 有一个地方 对胡适来说 是的确很不善的一个举动 就是胡适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他曾经去我的老家 长沙 做过一次讲学互动 只待了很短的时间 大概两三天 当时是应邀 当时湖南省教育厅 听着朱金龙的邀请 就是我这个讲座里面提到的这个人 也是他刘美的一个 关系极好的一个朋友 因他的邀请来去 长沙讲学和访问 朱金龙当然出面来邀请胡适 胡适没有不发应的理由 他在长沙做了几个演讲 然后参观了一些地方 到越路山 还参观了一些军事要善 胡适记都写得很详细 他住在什么地方呢 他住在湖南省政府招待所 而当时的这个 何健也天天住在那个地方 就何南省 湖南省主席何健 这个人呢 当然在我们的革命时 是个反面人物 不是反面人物 反动人物 积极反动的人物 因为他下令杀害这个 我们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这个 最亲密的夫人杨开慧 多少人想抢救杨开慧 都没把他抢救下来 被他下令给杀害 所以这个何健呢 我说他所以 对他可以说是 他的评价 是在任何我们 1949年以后的文献 都是积极负面的 而且何健当时是提倡 古今 也是提倡 提倡古今的一个代表现人物 代表现人物 这何健呢 在招待所的时候呢 大概胡适要离开的那天中午 他来见胡适 送了几本书给胡适 他的书 阐述他的看法 他们两人聊了一下 书胡适收下 然后他要送钱给胡适 作为胡适在那里的奖学费用 大概是多少钱呢 480元 胡适当时书收了 但是钱没有收 没有收 然后呢 他就离开了招待所 离开招待所了 然后就到车站 到车站呢 这个当时就 租金龙啊 还有一些工业就来送 送他 送他 然后突然就跑来一个人 就是 省政府合间 就是打发了一个人 就是还是把那个钱呢 就拿来要交给胡适 就说你在长商 一趟辛苦费 要收下什么 就四个大洋 胡适感觉好像在车站里面 帮助这么多人 在推也不太好 所以当时也就收下来了 收下来了 但是没想到第二年 鲁迅呢 在一篇杂文里面 不是许名鲁迅 是许名另外一个笔 就说当时胡适收了 合建 五千元 乘移 五千大洋 五千大洋 那么这个话呢 就把这个数字 扩大了 十二倍 之功 这就给 当时给 社会 就造成 这么一个印象 因为他前面写的胡适 是讲自由的 讲人权的 那是跑到长沙 等于是被这个合建 这个提上 如今的人 一个保守 这个代表 给收买了 给收买了 送了他五千块钱 给怎么样 就讲了这么一个例子 这个事情呢 当然对胡适的形象 肯定是有颠覆性的 那这个第一 这个数字不准确 数字绝对不准确 胡适是收了他的钱 他是四百大洋 不要说合建 送五千大洋 他绝对不会收 就是当年胡适在 1921年到商务印书馆 去考察 去帮商务印书馆 规划 他干了一个大月合 商务印书馆 给他一千元 给他一千元 那么胡适呢 把这个数字自己减了一半 收了五百 收了五百 他说不用那么多 五百就足够了 五百 他同样的就是 就在这个钱的 在这个金钱方面 胡适绝对没有 就像胡适的那篇杂文 写的那样贪婪 那样贪婪 对这个钱的问题 那样贪婪 因为这个实际上 对一个人 你假如每个事情 都是对自己有看法 或不同的立场的人 你都是以这种方式 去攻击对方的话 其实这种做法 也许在当时是一种策略 但是在今天看来 这样是有问题 大家这个我想都可以 可以这个理解 很容易就理解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这么写你的话 你肯定会在网络上 会去控告 去控告 那当然了 在鲁迅笔下 他其实 类似的例子 可能他有很多 他可能做了很多这样的 比较 就是对他的批判对象 做的比较过分的事情 而在胡适这一边 这样的事情 我们几乎很难找到 几乎很难找到 其实现在我 我写了这篇文章 把这个 就写了胡适的收入和支出以后 我感觉胡适的收入 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鲁迅的收入 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少 如果把这两个人的收入和支出 比较一下的话 他们两个人 其实没有差很远 没有差很远 是差不多的 可能胡适多一点 可能胡适多一点 但是在这个经济方面的计较 其实胡适是不怎么计较的 胡适捐出去的钱 送给亲友学生 同乡的钱要多得多 要多得多 大家知道的 就是像陈英雀 她的眼睛为了治病 去英国治病 她眼睛不好 那么胡适 到陈英雀到美国纽约的时候 胡适一次就送给她一千美 一千美 林允堂在国外留学 老婆也带出去了 要生孩子缺钱 写信向胡适向北大求救 说将来可以回北大任教 做了一个条件 希望北大资助她 那么北大当时也没钱 老师的钱都欠花 当时胡适给她寄了钱 当然关于这个钱 人数后来有争议 林允堂说是一千美元 但是现在根据胡适的日记 应该是四百八十美元 不管是四百八十也好 一千也好 这个数目其实在 1920年那个年代 也是一个大数字 刚才我就说按照一比三的这个比例 五百美元它也是相当于大洋 一千五百大洋 一个北大的老师教授 陈多秀当文科学长才三百 胡适是二百八十 那他说北大也要拿五个月的工资 才能够拿出这个数处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不是一个小数字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钱数呢 就是说在经济上这个问题上 胡适相对我的感觉 还是比较不是那么计较 比较大气 还是比较大气 没有表现出小交集的气 其实他也有很多困难 看了江东秀跟他的来往出信以后 江东秀不断地在他信里面 谈的最多的刚才我就说了 就是钱 就是家里开支缺钱 要钱就是这个问题 跟胡适要钱 而且不光是他要家庭开支要钱 一大半穷亲戚都围在周围要钱 家里的那些用人的小孩上学也要他钱 那个车夫的小孩上学也问他要钱 一大堆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老乡到北京来看命 也要他出钱 全都是胡适掏钱 所以胡适身后呢 其实留下的钱 给他儿子的钱很少 胡适曾经有一个遗嘱 曾经跟他周围的人说 可能他死后没有多少钱 但是他留下了一个东西给他儿子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日记的手稿 但是这个东西呢 是我留给我儿子的一个传家宝 一个遗产 他也想象到了自己的日记 将来在身后可能是一个财产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把他的日记 在康尔战争最艰难的时候 他从中国可能是以当时最高的油价 给寄到美国去 当时他的书和文件 大概有70项放在天津 后来天津就是从北平沦陷以后 他的东西就搬到天津 搬到天津呢 现在在出界开始还安全后来也不安全 那么胡适就跟江东秀说 把最紧要的东西挑出来 挑了多少呢 挑了15箱 他说这15箱的运到美国去 这里面就包括他的手稿 包括他的书信 包括他的日记 这些东西呢 大概当时花了油费的是1000多美 这是很昂贵的一个人 就是1000多美元的把他运到美国去 那么后来我到他儿子家 胡祖望他大儿子家 去访问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胡适的日记原稿 胡适这批日记 大概是在30年代抗战的时候 运到美国去以后 就一直存在美国 一直存在美国 存在他儿子家里 这就是胡适说的 他给留给他儿子的财产 就是他的预计 钱没有事 没有事 抱歉 抱歉 欧阳老师 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 然后直播的这边有一个 网友有个问题要问你 他问这个 胡适匆忙离京后 留在北大那些书籍 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胡适匆忙忙离开大陆 离开北平 他当时带走了两本东西 一个就是蒋住里的胡适梦 还有一个就是他父亲胡传的手稿 其他东西他都来不及待 就都留在了北平 他的档案 他的私人档案 他的日记 他的书籍 这个书籍 解放以后呢 这笔东西呢 开始是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由图书馆保存 但是五十年代五十年五五年 有一场披胡运动 为了披胡就把胡适收藏的这些东西 答案部分就调出来了 就调出来了 当时成立了一个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 大概就归这个机构来管理 这个机构呢 胡适批判完了以后呢 这批东西呢 就交给近代师所 就成为今天保存在近代师所的这个胡适档案 胡适档案 所以在近代师所呢 就是胡适的档案 中英文档案都在近代师所 当然主要是胡适的来往书信 胡适的来往书信 胡适的长书还是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现在就周西明他已经把这个长书编了一个目录 四大车 这个长书呢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这个胡适长书 它是分两个重要部分 两个部分 一个呢就是现代的 这里面有很多书呢是别人送的 这是提签的书 所以送给他的人呢非常的广泛 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些送书的名单 假如列出来的话 是一个打扰 就是难怪了当时中国学术界 文化界教育界很多人的一个名单 还有一批书也就是胡适自购的 这批书呢 那就是胡适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买的 这个书呢就是现状书古迹书比较多 因为胡适的研究爱好就是 中国古典文学 哲学 历史 水晶柱 禅宗史 都是一些很专门的领域 那么胡适根据自己的这个研究兴趣买了一些书 这个书呢应该说是非常有价值 当然是清版书为多 这是清代的 比较多 真正明代清以前的书也并不太多 因为胡适毕竟他不是一个版本学家 即使有 他也经常 因为他有很多书商莫他的名 认为他有钱 将一些老版本的书拿到他这里来想卖给他 但是出价太高 实际上胡适也买不起 或者说也不买 除了水晶柱之外 其他的老版本的书 明代以前 就是清以前的书很少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清代或者清代以后的 像这些书基本上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我一直很希望北京大学图书馆 能够专批一时 搞一个胡适的图书专库 这样向社会开放 这样可以看出当时胡适的这个长书之铺 不好意思 我是哥拉商学员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 因为本身我是做原来的建设设计后来 在学商学学国家里的基础方面的事 我就问问您是研究胡适的 我觉得其实他有各种家 思想家 历史学家 文学家 哲学家 还有在哥拉之外 一堆学校包括哈佛 包括马尼斯顿给他一堆法学博士学 所以我说他就说能研究他 他为什么在这么 人这么短的时间能够 这么活的情况下 还能做得这么精 相比现在北大的校长 我觉得在国际影响力上 远远达不到 社会的进步 反而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吧 谢谢 这个胡适以后的话呢 就胡适四八年 十二月离开北平 离开北平 那个才是叫北平 第二年的这个 有改名北京吧 当时呢 当时呢他离开北平的时候 离开北大 他把校务呢是交给谁呢 交给他用童 他用童呢是著名的哲学家 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一位学者 这个人呢 胡适呢 跟胡适关系非常密切 他不问政 不问政 胡适本人呢 他并不 他对政治保持的这个超人的兴趣 他对于那个纯粹的学者比较喜欢 对于那些跟政治有瓜葛的人 不能说不习惯 但是呢 他有时候会保有戒心 他最信任的可能是跟政治没有关系的人 比方说在解放前 他有关系 关系最好的在北大 就是潘永彤 比方说在史学界 他关系很好的人 是二成 成元 成英雀 这两个人在他看来都跟政治关联 可能不是那么太密切的 当然胡适年的关系 跟政治关联是很密切的 也是他的密友 另当别的 胡适把校伟交给潘永彤 潘永彤呢 应该说在佛教史方面 他在国际上是知名的 当然他的这个整个学术生育 当然远远不如胡适 但是潘永彤呢 在北大做 他等于是代校的 时间很短 时间很短 接着要在北大的就是要找一位校长 这个人物呢 当时中央就很不容易找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碰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要找一位 在国际上有地位 从前的历史也比较清白 学术上也说的过去的人 不能够跟前面的人插的太远 就是你的这个观点 不能跟胡适 不能跟蒋茂林 不能跟蔡永彤插的太远 那么后来找到了 这个人是谁啊 马颖初 马颖初呢 马颖初呢 在歌大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他是1914年 歌大毕业的 经济学博士 经济学博士 跟胡适的关系 其实挺密切 非常密切 非常密切 胡适刚刚到北大的时候 很多事都请教 或者说跟马颖初商量 两个人之间 关系互动挺多的 你可以看胡适的日记 胡适的 马颖初呢 他比胡适要大几岁 身体非常的健壮 他有一个习惯 健身的习惯 洗冷水浴 每天洗冷水澡 而且马颖初 今天可以讲的 可能在这个场合可以讲 他有一个 他的私生活 他有两个老婆 叫胡适继续上洗 一个老婆不够用 生活要求特别强 他有两个 那么这个 马颖初来在当年 就是他的地位 跟胡适是差不多 然后后来 胡适在国际上的影响 比他要大 马颖初是搞经济学的 但是我青年因为 讲新人口论 又被打倒 又被打倒 但是马颖初呢 他还保持着 过去的老教授的那种做派 做派 讲话也好 演讲也好 跟人交谈也好 他还是一个平常心 丝毫没有摆出一个大笑容的架子 很平常的 但是我青年因为他讲新人口论 后来也被打倒 但是这个人的心地很宽 大家都知道 他自己闲居在家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他活了多少岁 也活过了一百岁 活过了一百岁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蚂蚁出这个人 那也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 当然以后蚂蚁出之后 的确 其他的人 我们今天 说实在话 我在北大人工作这么样子 往后属 笑的一个一个的死 我也死不出来 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他用彤之后 我知道有蚂蚁出 彤之后看陆平是不是一把手 但陆平已经不是学界的人物 之所以后来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中国的教育 跟世界 怎么说呢 隔绝 特别是在文革时期 我们跟世界教育 跟国际教育 跟西方教育 完全隔绝 完全隔绝 这个对中国教育是一个重创 一直到赶阁开放以后 中国才赶阁开放 中国才派留学生 中国才跟西方教育进行交流 包括到今天 我们能够像在 各大全球中心 这样一个地方 来讲这么一个题目 这都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这都是中西交流 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 一个进展的表现 在十年前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在二十年 二十年前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三十年前 我们想都不敢想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今天的中西交流 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平等 自如附会 互利 这样一个阶段 这是经过了相当 几代人的努力 才重建了这个关系 重建了这个关系 我们希望这个关系不能间断 要继续下去 只有走这样一条路 中国的教育才会有钱 才会有钱 这是我们的看法 我们不要走这个闭光守护的 我们必须拥抱这个世界 要以宽管的胸盘容纳这个世界 这是我对这个未来这个中国教育的一个期待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老师 我做的一盘 我是比较大 我直接说 好 谢谢 老师 因为咱们有个可以说说不尽的故事 从各个角度切入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 刚才谈到它是实验主义 多维的实验主义 按我们小时候的所有的说法 包括教育书 都是实用主义的代表 对不对 为什么被实验主义 被区解成实用主义 而且长期大行其道 这有什么历史的一个原因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胡适他是19世纪 1891年当年的90后 他本身是 单开分析和为师 是成千其后的这种人物 从当时的历史分析他有他的这个 就是保贬 从今天我们应该在哪方面 对他应该有一个唏嘘 尤其是 这边有三个故事 这三个问题 让他说话 是不是真实的 他回复 有人质疑他离开大陆 他说民主这个东西 在毛先生就是有无的问题 蒋先生是多少个问题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他说到 有人问大陆现在闹文革 如果鲁迅火了 现在会怎么样 他说 你放心 鲁迅是我们的人 他是不会去鬼 就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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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 胡适没有活到文革 他是62年去世 他62年去世 那时候已经大陆 他大概经过了57年反右 他大概经过了57年反右 前面还有一个胡逢 57年的反右 59年的这个反右 批判右群 但是他除了对于胡逢的那个运动和批判梁树民的那个运动 是因为批胡逢是接着批胡之后 批梁树民的是梁树民跟胡适两人也是比较熟悉 比较熟悉 他对这两个事情他是比较关注的 其他的其实对于党内的斗争胡适也不太了解 可以这么说 并不了解 对梁树民他是非常同情的 对胡逢也是非常同情 也是非常同情 至于对鲁迅他晚年跟周车仲说过 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甚至于说他基本上是我们的人 他所谓的我们的人就是自由主义者 所以刚才我也说鲁迅这个人要给他定位成 他晚年最后十年他是被主义捧为其手 但是鲁迅本身他的思想怎么样定位 当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 值得讨论的 但是鲁迅本人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人 这也是毫无疑问 至于胡适当然他一生是提倡自由主义 提倡民主 所谓美国的这一套价值观 美国的这一套价值观 这个在中国在他生存的那个年代里面 讲这一套东西的人 市场其实是不大的 是比较小的 只是在一些留学英美 或者说亲西方的这一个知识精英的群体里面 他们保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力 大多数的老百姓跟这个东西是 不说绝缘 他也是无缘 所以胡适的那一套东西 应该说他讲的是一套中产阶级 中产属于中产阶级社会的 可能想往的一套东西 但是在那个年代 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中产阶级社会在中国还没有形成 可以这么说 还没有形成 中国的城市化程度非常之低 进城的人也是一些农民 那么这些人他对于 这一套现代社会 属于中产阶级的这一套理论 这一套价值观念 他们还相当的格武 他们没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 没有在现代化 社会里面那种生活的经验 所以对胡适提倡的东西 在胡适的年代里面 的确是可以怎么说 不怎么受欢迎 那么前面一位文学提问 21世纪应该是胡适的世纪 我想应该是可以超越胡适的世界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 今天 今天的中国社会 已经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有很多的这个想法 理想 已经超越了胡适那个时代的存在 超越他那个时代的存在 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 其实比胡适生活的年代已经要复杂 我们的生活节奏比他那个生活的年代 也要快 对胡适不能低估 但是也不能够高估 有一次就是富南大学葛建雄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他的大概意思 就是不要高估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师 不要高估 他的看法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 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师他们的东西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 其实已经被后来者已经超越了 即使胡适 比方说他的中国哲学史发表 比方说他的《红楼梦考证》 他的白发文学史 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经典 作为一个学术史的经典来读 那么后来的像洪友兰的东西 应该说已经在他的前面 在他的基础上已经往前推了一步 当然今天我们再在洪友兰的基础上 再往前推一步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在学术上我们可以这么说 在文史则 我们应该说已经超越了民国时期的 那个 当时的那个发展的高度 在经济学 社会学 其他的领域 我们今天所达到的水准 应该说早已经超越了民国时期的水准 当然那个时期的那些学者 他们所做的那些努力 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下 应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 这一点我们也要承认 我们绝不能够像文革时期 像反右时期那样 对这些人 就是 都是采取批判的对象 胡适文存 从1949到1978年 胡适的著作一本都没出过 我们不能采取这样一种 就是对历史 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就是你把从前的东西都虚化掉了 从前的一切努力 都从你的事业里面都给抹掉了 那么我们不能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我们要重视历史已经达到 重视历史的遗产 重视我们的先辈已经所做过的工作 重视他们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基础 我们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进步 我们不能够对以往的东西都采取一种革命性的 否定性的那样的态度 这样一种思维应该在今天 其实早已经被我们所扬弃 而且今后我们也要特别的警惕 再出现这种思维 再出现这种思维 这个最大的深刻最深刻的教训 就是我们这座生活的这座北京城 如果我们当初能够听梁思成的那一番忠告 我们保留北京城的历史遗产 我们就能够见证一个历史上美丽的 一个雄壮的 一个富有历史感的 富有历史感的这个文化名城的存在 而今天这些东西已经很多都荡然无存 这就是我们在一种错误的思维下 所做的一些破坏工作 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在建筑上我们是如此 在文化上我们也做了很多类似的愚蠢的事情 今后我们绝对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们必须阻止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谢谢 首先感谢欧阳哲生教授 也感谢在场的各位的参与 我想 其实咱们既是接着前面 也是一个开始新的 我们自己的一个历史时期 我特别在场刚才欧阳哲生教授最后说的 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努力 那个今天呢 我们的开幕演讲就到这里 下面的时间呢 有请各位呢 可以从你们各自的角度去 借这个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展览 楼上也有